前台北市長郝龍斌稱 黃珊珊民調不如講萬安 應該要藍白河 還說民眾黨是誠實不足 敗事有可能 柯文哲對此作出回應 我每次說政治是 最後是價值的選擇 就是說不要用短期歷 犧牲長期歷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 犧牲多數的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很多政治的動作 不是用政黨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能夠更寬廣 用台灣的角度 甚至世界角度來思考 我想邏輯都會不一樣 觀感都會不一樣 到現在柯文哲都還認為說 他是一界裡面 最優秀的 陳時中的出現 奪走他柯文哲的一切光芒 跟國民黨表面上說 他沒有在藍白核 但是最後對柯文哲而言 他絕對會不一樣 藍白核不核 令議員持不同看法 不過照目前態勢來看 台北市長之戰 極可能變成撒卡都 也就是由天秤座的黃珊珊 對上同為摩羯座的 蔣萬安和陳時中 形成天秤大戰 雙惡魔的局面 我覺得摩羯座 他應該不會是惡魔吧 我很多摩羯座的好朋友 這只是 我覺得可能是開玩笑吧 姑且先回答一下 就是說 摩羯座的人 不是都是惡魔啦 謝謝 儘管距離2022大選 還有9個多月 但首都市長之戰 未眼先轟動 我沒想到說 這個討論選技 最後也會討論到星座啦 昨天這個陳思宇 他是講說 他用星座去分析 三位潛在的候選人 像是民進黨的陳時中 跟國民黨的蔣萬安 剛剛好都是摩羯座 那黃珊珊是天秤座 陳思宇就說 這樣天秤座 他就是可以平衡藍綠 北市長選戰這一局 就是山山大戰 兩個摩羯座 山山大戰 惡魔黨這樣 那陳時中也說 摩羯座不是都是惡魔啦 我趕快來請教一下親黃哥 陳思宇的這一番論述 我真的用星座去分析 是想要這個 跟年輕人拉近距離嗎 這樣分析 真的會打中年輕人的心嗎 他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先簡單先講 第一個啦 我覺得他這個目的是 為了要聲量啦 就純粹可能就是 民眾黨內要爭取 現在要出現嘛對不對 然後之後要爭取 當台北市議員的選舉 選戰過程要出現 所以在這過程中 他需要聲量 需要聲量 你要抓一個 比較及時有聲量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 對他來講 民眾黨的支持者 跟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其實在年輕選票 部分是有重疊的 所以他們也都想要搶這塊選票 所以他用星座的角度去切度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第三個 但是呢 他這個講話的方式呢 會直接把摩羯座 給妖魔化 因為你沒有論述嘛 你沒有講清楚 就莫名其妙 就把摩羯座 變成叫做惡魔 那對於摩羯座來講的 對摩羯座 這個星座來講情何以堪啊 台灣有多少摩羯座名人你知道嗎 李前總統就是摩羯座的 然後台灣的藝人裡面 有多少摩羯座的 數給各位聽啊 台灣的藝人裡面啊 董志成啊 賀君祥啊 言成旭啦 納豆啦 都是摩羯座的 那你告訴我這些 你都要叫他做惡魔嗎 沒有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他這個 這一番的言論 沒有任何的 紮實的言論的基礎 也沒有任何紮實的 敘述的基礎 所以沒有邏輯可言 他就純粹是為了聲量而聲量 所以他完全沒有需要討論到 為什麼這個人要惡魔 這個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啊 孟齊 我們真的要講說 這個蔣萬安是惡魔座 然後陳時中是惡魔座 你至少要先解釋得出來 請問那個惡魔的那個惡 邪惡在哪裡嗎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為了迴避這個邪惡的惡 他把它改成數字一惡的惡 所以變成是惡魔黨 但其實那個諧音的用意 大家都聽得出來 可是他就是沒有一個具體的依據 去指責說 為什麼陳時中會惡 然後為什麼這個蔣萬安是惡 他故意把它給連在一起 那這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樣講 這種競選的方式 其實對民眾黨的候選人來說 一點幫助都沒有 一點幫助都沒有 除了聲量 他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 因為民眾黨的候選人 包括民眾黨自己 甚至連柯文哲自己 可能都忘了 當初你們到底是怎麼選上的 你們支持的選民結構 是憑什麼支持你們的 在這個地方 為我們的觀眾朋友再重新回憶一下 2014年的那一場選戰 因為剛剛菁傑議員在講嘛 說這個是你們民進黨弄出來的綠白河 所以要緊張是你們民進黨 為什麼會弄出綠白河 現在沒有綠白河啦 那藍白河了 搞不好你們要緊張啊 可是我要講的是喔 綠白跟藍之間 他的關係不是這樣子看的 白不是一個確定的具體的陣營 有民眾黨 但民眾黨不完全等同於白 什麼意思呢 在台北市有一群選民的結構 藍營有一群基本盤 綠營有一群基本盤 這個基本盤都是35%到412%左右 他是浮動的 但是呢 中間有一塊中間選民 大概是接近兩成左右 這兩成的中間選民呢 他沒有被意識形態所綁住 對他來講 哪一個黨提出來的訴求 哪一個候選人 提出來訴求 我有共鳴 我就支持他 所以呢 在各位喔 在2014年的選戰裡面 請不要忘記一件事 柯文哲有許多的訴求 跟證件是要回應年輕選民的喔 比如說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他提出了社會住宅這件事情 社會住宅是年輕世代的需求 所以各位你去看喔 當年2014年 國民黨的連勝文被打最慘 就是什麼 一瓶紅酒這麼貴 你跟我們的生活體驗都不一樣嘛 你所體驗的財經專家的過程 跟我們一般財經專家理解的也不一樣嘛 所以你看 在這幾天 我們在聽到連勝文講說 加入CPTPP 不需要日本人背書的時候 這句話我也覺得莫名其妙啊 所以連勝文的財經專家 跟我們一般財經專家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當2014年年輕人聽到說 哇連勝文連家可以過這麼奢華 奢華到連一瓶紅酒多少錢 他沒有感覺 而你紅酒的價格 可能是我月薪的兩倍三倍的時候呢 相對於柯文哲跟你說 我要蓋社會住宅 為了台北的年輕人 你是台北年輕人 我請問一下投給誰 你當然是投給 那當時的柯文哲嘛 所以真正的台北市的選民結構是 藍綠各有一群 你的藍綠都必須要提名一個人 可以鞏固自己的基本盤 但是決定你最後能夠 當選的關鍵在哪裡 最後當選的關鍵是在於 你所提出來的政見跟訴求 能不能吸引這一群人 去支持你嘛 那這一群人呢 各位喔 這一群人他是會聽你講話 他學歷可能不錯 他知識可能也不錯 他的年紀也輕 他願意聽你講清楚 你的政見是什麼 你要蓋社會住宅幾年 你要蓋到你要蓋幾戶 所以呢 你如果講不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對不起 這群人他不會支持你 然後你很跳通的說出來說 這一場台北市場選戰 就是三三大戰惡魔黨 可是你講不出個所以然 到底什麼叫三三大戰惡魔黨 對不起 對這群人來講 你要爭取他的支持 那個完全沒有幫助 所以這場選戰裡面 真正要回歸到 他本質是什麼 是民進黨跟國民黨所提出來的候選人 他必須要能夠穩得住自己的基本盤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 這一場選戰我們知道台北市 他是塔卡都嘛 你國民黨蔣萬安 民進黨會提一個人 然後跟黃三三去做對決 你去注意看看黃三三的選票結構 因為在這一份一月底的民調裡面 我有注意到一件事 是黃三三的支持者結構裡面 時代力量有47%的人要支持他 民眾黨有45%的人要支持他 但妙的是民眾黨裡面 竟然不是全部支持黃三三 有40%的人跑去支持蔣萬安 所以對於民眾黨來講 那個是你民眾黨黨內的問題 可是對台北市的這一場選戰來講 這兩個部分其實對選票的移動 他在蔣萬安跟黃三三的取捨 是不是就很重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提到 時代力量跟民眾黨 有很多年輕的支持者來講 他們對於政策考量 還有你什麼東西會吸引他的政見 那個是重要的 所以對於這個時代力量 跟民眾黨的這群選民來講 他沒有一定這麼忠誠於政黨 他也有可能是被民進黨 提名的候選人給吸引走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場裡面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 蔣萬安在開拓選票上面 有侷限性 我們剛剛所講的流動 對於蔣萬安的選擇 你會發現他們很少 考量到蔣萬安身上去 尤其是你去看 在二十到二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歲 這一票選民的移動裡面 去年的疫情 跟今年一月的民調比起來 因為有去年五月疫情的影響 所以對於陳時中來說 二十到二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呢 支持度大概都少了十%以上 但少了十%以上 一部分 他分兩個部分流向 一部分轉給黃珊珊 一部分變成是未決定 未決定就表示 還有可能回到陳時中身上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在這場選票裡面 蔣萬安看到他的天花板在哪邊 但是呢 在陳時中跟黃珊珊的部分 則你還不知道他們可以充斥到 什麼樣比例的選票 是 這個昨天聽到陳時宇喊出說 這個是山山大戰惡魔黨啦 金潔議員這邊怎麼看 你們蔣萬安也被暗示變成是惡魔囉 所以現在蔣萬安是不是要跟陳時中 站同一陣線啊 摩羯座的 這個選舉到最後不是說用星座來做勝出啦 過去的選舉裡面我們看到都是以政黨 那當然剛剛陳黃哥提到就是說 這個藍白 藍白是誰創造出柯文哲這一個人 絕對不是國民黨 是民進黨他們當年 為了要打敗這一個林勝文 跟這一個柯文哲來做一個合作 創造出現在的一個民眾黨 這個都是要跨民進黨不是國民黨 當然 政黨在整個一個地方的選舉 難免會有一些合作 我們就是會這個只有所見啦 但是呢 這一次當然 這次到底有要合作嗎 黃珊珊因為她的屬性 她過去是國民黨體系出來的 她過去就是親民黨 親民黨的全身 算屬於也是國民黨啊 那所以說我們的這個同質性會比較高 所以說我們講就是說 能不能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那當然是講就是說 這個還在磨合當中啦 那議員 不好意思 我請問一下 所以你剛才意思說 你是希望朝向藍白和這個趨勢走 這一個是講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 那當然我們也不排斥 當然我們還是覺得就是說 由蔣萬鞍來代表 那這個技術性是很高啦 就好像當年楊文哲說不選 那時候楊文哲就是跟柯文哲做PK嘛 誰的民調高 誰勝出 如果說將來國民黨跟民眾黨 能夠協議就是說 好蔣萬鞍跟黃珊珊 來做一個民調的一個對比 誰贏誰勝出 那也OK啊 我們也都可以接受啊 我是覺得當然星座跟選警 沒有直接的關聯性啦 那個都僅供參考 但是我們是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在這一次我們是很謹慎 為什麼很謹慎 因為我們在周三的中常會 我們有提到 以現任為優先 那當然我們授權主席 他來去做台北市的一個征詢 那我們不像其他的政長直接由主席來推選 這樣子會沒收我們的初選 我們是有初選 而是中常會授權給主席以現任的為優先 就好像我們新北就是有侯友誼為優先 台北雖然不是我們的桃園 我們要去找 因為目前桃園還沒有找到很適合有表態的人要選 台北有蔣萬安嘛 所以我們寄望蔣萬安能夠關乎首都 所以說蔣萬安之前 這個金潔在選不管是選立委 不管是選議員的這個時候 他都有來幫我這個掃接拜票 我覺得在新北 他的這個支持度也很高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民意代表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會比較激烈 我講一個案例 在八十年初最後一屆的審議員 那時候有兩個國民黨跟民進黨有各一個候選人 一個叫做周清芳 一個叫做羅明旭 他們兩個打起來 在新店羅浮柱那邊競選總部就打起來 結果票開出來 兩個都高票當選 那個叫做捉對私殺 但是這個首長只有單一其次一個選舉 不可能用這樣的方式來捉對私殺 而是他用這一個很理性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陳時中也不是候選人 黃珊珊也還不是候選人 甚至於我們蔣萬安 如果一旦提名之後 才會推出這個政策 也不會只會講的 對他一片空白 你的這一個 到底這三個人幾個年輕人 代表的他的這個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你這樣講就說蔣萬安一片空白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們的候選人 是這個不公允的 我們蔣萬安在媒體的曝光度也很高 而主持人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陣子在整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當然他的這一個聲量會比較下降一點 如果說你問我們新北 像我兒子也知道蔣萬安 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三個小孩子都知道 如果說你們基隆的 對於蔣萬安比較陌生 這也是情有可言 因為他們對臺北不是比較 這這麼熟悉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對蔣萬安還是充分的信心 而在這一次的中常會 討論出來的結果 我們還是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以蔣萬安 然後來協調黃珊珊 如果這樣子能夠成形 跟民進黨的陳時中 如果能夠來對於所謂的對決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覺得是 精子之爭也會很精彩 來自委員簡單補充一下 我覺得剛剛今天的議員 完全瞧不起我們基隆人 這動不掉 這個動不掉 不是不認識蔣萬安 是對蔣萬安 對臺北市做了什麼 還有他這幾年貢獻了什麼 空白 不是不認識蔣萬安 但是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 40歲以下的年輕人 對蔣家的印象 還真是不深 說真的是看課本才知道的 看故事書才了解的 看我們的歷史才知道的 所以那是一段 然後另外一段是說 他對他的政績 還有對他會做了什麼事情 不曉得 我要跟你說 他其實跟當初的馬英九 有點像 那時候就是國民黨極力栽培 整個森蘭的族群極力栽培 遇到他 他什麼問題都不要碰 不要處理 不要回答 最安全的狀態就好 可是當初的時空背景 跟現在這個時空背景 你們要想想清楚 當初的秘書長 國民黨秘書長是誰 吳伯雄 當初他還有一個訓導主任 叫做陳建志議長 在幫馬英九操盤台北市 還有一個人 金普聰 在後面就非常凶 像風紀鼓掌一樣 現在蔣萬安有人嗎 國民黨現在有人選 可以來幫他掩護 幫蔣萬安回答問題嗎 幫蔣萬安面對這麼多 這麼多條條論 這些問題 沒有辦法 國民黨現在時空背景不同 而且 黃珊珊不是可以戳湯圓的那種人 黃珊珊的性格 黃珊珊的認真 我跟你講藍白和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是沒有靈魂的政黨 我再回應你剛剛這個事情 我在回應你剛剛 這麼嚴重 我們還是沒有靈魂的政黨 我也沒有靈魂的 我說這個合作 我說這樣子的合作是沒有靈魂的 為什麼 我在回應你剛剛說的事情 當初柯文哲 民進黨去支持柯文哲 那個是一種信仰跟理念 那我們用最大的可能性去打敗國民黨 那時候的柯文哲是綠色的 墨綠的 他是有信仰 他心中是有信仰的 現在的柯文哲為了 跟國民黨搶攤 成為第三大政黨第二大政黨 甚至要把你們打敗 所以這沒有靈魂的結合 這可以從零度跳到180度 這有靈魂嗎 你心中的信仰是什麼 從政還是要有理念 還是要有價值 當初的柯文哲打社會住宅 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蔣萬安從來都沒有對台北市 提出過任何的論述 剛剛說過內湖的交通問題 內湖的交通問題 人口外移的問題 台北車站遊民的問題 社會問題 什麼事情從來都沒有論述過 所以年輕人對他是沒有印象 是這一塊 是你的政績跟從政的表現 沒有印象 不是對蔣萬安三個字沒有印象 剛才議員講到 這個從政真的是要有理念 傑兵哥這邊怎麼看 因為剛才聽到 菁姐議員有講出關鍵字 藍白河他怎麼看 他說也不排斥 可是問題是 這個原本是好隆斌 先說出來藍白河 可是到底怎麼變成小妹 好隆斌後來又罵人家 怎麼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我覺得好隆斌 其實基本上的態度是什麼 他是當過台北市長 他覺得台北市就是他是老大 所以當他講到 看到民眾黨的時候 我等一下心目中是這種不屑 你什麼小黨 你要跟我來爭台北市 然後因為你們把我票給拿走的時候 我們講完選不上 其實換個角度來說 國民黨你有自信一點點嗎 撒喀都不是在以前都有發生過嗎 所以我剛才聽 越聽菁姐議員 我一聽不懂 你到底是哪個論述 人家民眾黨幹嘛跟你要合在一起 民眾黨也推出自己的議員 你想想看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陳思雨 去談什麼二魔黨 他其實某種程度 因為陳思雨自己本身在士林部分 很可能他們將來還是會做民調 那現在他苦苦去追學姐 好像這個民調還是有一個差距 所以陳思雨當然要拿出一個光怪入禮的字眼 什麼叫做天明座搭戰二魔黨 其實我們這樣講 所有星座裡面政治人物裡面 天明座的人數反而是比較少 立法人數比較多 但是全世界知名的這個政治人物 其實天明座不多 摩羯座士座反而比較多 但是回頭一句話 這陳思雨就已經出現到這個畫面了 但是這不是重點啊 三件事 第一件事好龍兵你為什麼要那麼緊張 你國民黨是至少在台北市是大黨啊 議員席次那麼多對不對 過去市長那麼多 你就拿出個泱泱大黨啊 你不怕黃珊珊啊 要鬥來鬥啊 結果這句話卻被這個蔡壁如給縮走了 談何可能該戰就戰 你整個好龍兵一下就被蔡壁如給打掛了 結果現在金田玉還在那邊談什麼 藍白河 這次藍白不是不是藍白河 是藍白來做這個 這個要提出一個共同選擇 那我要第二件事情不要忘記了 柯文哲跟民進黨合作 結果第二次選舉就把這個 姚文智給幹掉 但是姚文智是犧牲品 這個姚文智的犧牲品 讓民進黨徹底了解柯文哲這個人 可是不要忘記哦 他們兩次的合的時候呢 柯文哲並沒有派出議員哦 是沒有的 好那第二件事呢 後來柯文哲就跟這個時代力量好像有一點點的而來 這個也來美去 那請問一下時代力量現在在哪裡 時代力量 哈囉 現在只是要前時代力量 還有一點聲量 其實都沒有聲音了 好後來呢 這個柯文哲跟誰合 跟清明黨合 有沒有要記得當時在選舉的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跟清明黨也是這樣彼此眼來美去 那請問一下 台北市現在有清明黨了嗎 三席清明黨通常不見了耶 對 現在是零了 不是零耶 所以清明黨去哪裡 現在清明黨很多人是在這個民眾黨耶 是 所以這時候 國民黨還要跟一個 變形從事的 民眾黨 一起來合作 這個別傻了 到時候最後結果一定是 現在藍的已經是 選票很多的地方的選舉裡面 都是用這個謝立功所找的這些國民黨人來 在地方派系來拖這個 國民黨後面的一個 這個選戰的這個大餅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是 你事實上餅是越做越小 加上個民眾黨 你還想要跟柯文哲眉來眼去 那百明天是對於藍營來說 那我到底應該是支持柯文哲 還是支持朱立倫 就看朱立倫的話語權都沒有 只有柯文哲 那你在談藍板的時候 人們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 朱立倫 朱立倫往下掉 那到底是在國民黨 我要支持的是朱立倫 還是支持趙少康 其實我想很多的藍營的人士 都很覺得奇怪 我是戰鬥藍 我當然不支持朱立倫 所以內部鬥爭已經到不行了 第三個我覺得講外面最大的危機 剛剛其實就這個 我們維維就已經有 直偉都已經說到了 他這場選戰很可憐的事情 因為我都叫他維維了 直偉 這場選戰最可憐的事情是 他真的左看右看 沒有人幫他忙 今天你要叫朱立倫來幫忙嗎 拜託一堆人就跑掉了 你要找趙少康來幫忙的話 那除了戰鬥來以外人都跑掉了 那你要找誰啊 他真的沒有人可以幫忙 而且甚至有沒有議員願意站出來幫這個 幫這個蔣萬來幫忙 你現在這些議員可能彼此這個選戰裡面 都非常辛苦了 因為國民黨氣勢在往下掉 又碰到民眾黨過來這個搶票 你說這一件事情 蔣安最後講任何錯的事情都被放大 任何正面的事情都被縮小 因為他根本沒有人去幫他放大 那我最後剛才說你說在媒體上有曝光 是啊他的曝光就是溫良恭儉 遇到關鍵問題只會閃躲 你怎麼去面對未來選戰的一個 所謂的交鋒 你不要忘記了 到時候蔣萬安所面對的人 不是不只是黃珊珊 還包括柯文哲 柯文哲一槍一槍往那個好龍斌身上 打子彈的時候 請問一下蔣萬安要替好龍斌講話 還是要去對擊柯文哲 沒有辦法啦 來這個除了現在 台北市的狀況非常競爭之外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來看這個呼瑕這邊 就是在南台灣 台南可以說是綠營的天下 所以國民黨在這邊 算是艱困的選區 只是沒有想到這一次 國民黨裡面 很多人這樣收錢要算 來台南的部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國民黨通過直轄市長提名特別辦法 台南市議員謝龍健 馬上掀開第一槍 表達參與提名機制 現任部分區立委陳以信 儘管人還在隔離中 也立刻跟進表態 對於這樣的一個責任 跟使命 那麼我自己也會 這個全力以赴 勇敢承擔 不管是什麼角色 就是要幫國民黨 光復才能 不只強調使命感 怎麼翻轉艱困 陳以信也有想法 要回到草根 要重回基層 要重新尋找 能夠讓人民感動的力量 面對陳以信的熱血使命 謝龍健也回應 党內同志躍躍欲試 對黨當然是好事 薄謝龍介開第一槍 外傳也引發地方黨部錯愕 因為原先私底下 黨務高層 似乎已經有數以人選 或是消息有錯誤 這個要查證一下 謝龍介議員是很強的對手 所以說我們當然民意黨會 也必須要退出很強的人來 立斌連任的台南市長 黃偉哲不只一次回應過 謝龍介是很強的對手 如今又有現任立委 加入資格戰局 縱使在台南 不管藍綠都不會舉辦初選 但選將如何先整合好 自己黨內的勢力 成了相同的課題 在台南這邊 是這個民進黨的大本營 我這邊先請庭文議員 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情形這麼特別 國民黨過去在艱困選區 沒什麼人想要來選 都要這樣去鼓掌 但是現在 怎麼一下子跳出這麼多人 先是謝龍介開第一槍 表態要參選 陳以信隔天馬上也參戰 而不要忘了國民黨還有一個朱立倫的小舊子高斯伯 這個上一回合跟黃偉哲PK對戰 只輸5萬票 人家說之前高斯伯的選戰 真的是讓黃偉哲陣營嚇出一身冷汗 怎麼回事 台南這邊 趙立共民進黨是站上風 那這一回國民黨 為什麼會突然間這麼熱門 大家都要選 我想我先回應之前前面 陳世宇講的這番話 因為我認為他講這一番話 其實不是在講星座 而是在對國民黨喊話 他的意思是說 黃珊珊比蔣萬安更有能力 可以平衡藍綠 在講這件事情 可是剛剛子偉也講得非常好 他為什麼說民眾黨跟國民黨 但是沒有靈魂的政黨 就是像陳思宇本人來說 他的爸爸陳建民 過去是台聯黨算是深綠的 黃珊珊是親民黨 他算是深藍的 但是現在都一起在民眾黨 請問他們的信仰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這番話言論就是 我沒有要跟你藍白河 你們也不要想了 人家黃珊珊更有能力 在台北市拿到更多的中間選民的選票 回過頭來講台南的時候 為什麼這次這麼多人 國民黨的過去在台南 退不出候選人 高斯伯那時候也是 真的是很委屈很勉強才出來的 最後當然他也是輸5萬多而已 但是這一次為什麼情形不一樣 因為過去我們在高雄也覺得是深綠的地盤 曾經民進黨就輸了給韓國瑜 突然間在一夕之間就變色了 所以當然這一次國民黨的年輕人 陳以信算是比較年輕的 他也會認為說或許他自己出來的話 會有這麼樣的機會 所以他也願意來去爭取台南市長的 這樣的候選人的寶座 所以當然黃偉哲他也會說他不會輕忽 不能輕敵的 因為我們2018的時候 全台灣的民進黨基層 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都淹沒在這個寒流當中 到最後10天才知道這個民調全部都往下掉了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這一次民黨其實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 每個基層包括這個六度的市場都很緊張 知道說自己不能夠輕易的鬆懈這樣的選戰 選戰本來就是從頭到尾都要很小心 而且謝龍介確實是一個很強的對手 全台灣每個人都認識謝龍介 雖然他只是一個台南市議員 但是他為什麼很紅呢 他就是因為賴清德 所以他很紅嘛 他永遠就是追隨著賴清德 他永遠要監督賴清德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就會永遠記得謝龍介 所以他的很強是因為 謝龍介把自己的名字畫上等號 等於賴清德 所以他的聲量才會這麼強 所以我當然我也呼籲我們支持者 大家都是要小心 每個候選人都是來勢洶洶的 對民進黨這邊真的不能輕敵 我請教一下這個親黃哥 因為國民黨這一次 確實在台南這邊一下子有三位候選人 三位潛在人選都要適合錢 尤其是謝龍介開第一槍 我們知道謝龍介過去他是挺韓國瑜 他是非常不遺餘力的 這一次他表態要參戰 趙紹康在今天也發文說他覺得 謝龍介就是現在藍影最有希望的 這個最勝選的希望了 那已經很明顯了 好那謝龍介他說投入台南市長的初選 按照黨內的機制來進行 可是沒有想到他這一講完 馬上有媒體報導說這個有風聲 說謝龍介突然表態 攪亂了國民黨地方黨部原本的佈局 聽說這個高層好像是不太高興啊 覺得是有點傷腦筋 因為他們原本要推出耳目一新的人選 這怎麼回事 因為在之前就已經有傳聞說 國民黨希望在這次的縣市長的佈局裡面 在六度的部分要提出盡量能夠年輕化 然後能夠希望讓大家覺得可以耳目一新的人選 所以之前在搭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陳以信的動作發臉書 有些動態 他就是告訴你說他看起來參選的意願很高 再加上朱立倫主席他自己也到台南去 所以在在都這樣說 之前都鋪成一個氛圍就是 看起來就是要讓年輕人 讓陳以信可以出來參選嘛 那味道就特別的濃厚 但是在這裡面非常有趣的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大家看到今天謝龍介出來的時候呢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是謝龍介如果 因為他長期耕耘都是在台南這個地方 如果謝龍介再不出來表態的話 那我請問你 謝龍介現在的高度跟格局是什麼 剛剛我們都前面有提到 好像謝龍介是國民黨非常重要的戰將 但各位 謝龍介現在角度就是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 按照謝龍介過去輔選的狀況 可能在民進黨黨內 可能已經是立法委員這樣的 跟level了嘛 可是對謝龍介來講 仍然是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有沒有想要往上的意願跟機會 他曾經有過 各位不要忘記喔 謝龍介在2020年的時候 差一點點什麼叫差一點點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有去在哪裡呢 這新聞有去在他在上一次 2019國民黨提的不分區立法委名單的時候 謝龍介是榜上有名 謝龍介榜上有名 是列在第十幾名 被列在第十五名 那他是從被第十一名移到第十五名 等於謝龍介 他是被從安全名單移到不安全名單去 那你知道謝龍介前一名是誰嗎 謝龍介的前一名 謝龍介是第十五名嘛對不對 謝龍介的前一名 第十四名叫做吳敦毅 所以呢 在國民黨這一次的不分區的提名裡面 當時的講法是什麼呢 有趣了 國民黨在這一次的講法是說 第一個 這個要把謝龍介 從前面安全名單放到第十五名去 就是為了要衝高國民黨的政黨票 第二個 為什麼要謝龍介去衝高政黨票呢 因為謝龍介是韓粉的代表嘛 所以呢 拿謝龍介去投去壓在第十五名 就可以吸引韓粉 非要把這個政黨票拱大 把他衝高這樣 謝龍介可以當上第十五名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你膝蓋上去想也知道那不可能嘛 就明明就不可能 你擺明就是要因謝龍介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2019年的時候 謝龍介本來明明有機會 可以當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而且各位要注意哦 2019年 他是跟民進黨的郭國文打完一場補選之戰 最後呢 就以大概兩三趴的差距落敗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 他算有沒有戰功 有啊 他幫國民黨挑戰了監困選區啊 結果最後在國民黨內呢 對謝龍介的安排的方式 就是把他給移到第十五名的不分區 最後謝龍介得到的結果叫做 不分區立法委員當選未遂 就是這個結果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謝龍介你說 他會不會想要再往上再高位進攻 當然會 那你說謝龍介要挑戰台南市市長 難度高不高 一樣超級高啦 不可能憑著韓粉的票 他就有機會上去了 各位 2018年的民進黨面對台南市長的選舉 跟2022年民進黨面對台南市長選舉 差別有多大你知道嗎 第一個 今年沒有什麼韓流 沒有韓國瑜的韓流 跟2018完全不一樣 人到大家的影響 第二個 在2018的時候呢 這個台南有個最強里長 陳永和里長出來 一口氣就拿破10萬票 這個拿破10萬票的破例 不是一般的素人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個當時還有一個林毅峰 各位有印象嗎 2018年的Happy Friday對不對 Crazy Friday 在台南市還有這個Crazy Friday的候選人的影響 他也拿了好幾萬票 所以當時呢民進黨的黃偉哲市長面對到的是 哇又是一個Crazy Friday 又是一個最強里長 然後在面對韓流的影響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的高思伯 才有辦法打到 你看啊 在民進黨受韓流影響最不利的時候 是 然後遇到了選情最亂的時候 高思伯才有辦法打到 就是輸5萬多票的情況之下 現在呢有利的因素都沒有了 然後不利的因素一個個浮出來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這一盤的選舉 對於不管是謝龍介 或者是對於陳以信 都是難度很高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之前朱立如會想說 那我就仔細的規劃 安排年輕面孔就算輸了 至少輸的跳漂亮亮的嘛 至少輸的證明說我國民黨想要改革 想要給年輕人嘛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殺出陳曉金 殺出來的是謝龍介 各位你要想說一件事情 謝龍介對於國民黨來講他代表什麼 他在2019年你們國民黨提命他當不分區 就是因為認為他代表韓粉 希望他吸引韓粉選票 衝高國民黨不分區政黨票 所以現在2020年來的時候 韓國瑜消失了嗎 沒有吧 韓先生跟謝龍介的形象 還是綁在一起的吧 如果真的到最後國民黨這一局 黨內初選是謝龍介贏的話 你覺得對於一般選民來講 謝龍介跟韓國瑜的形象 難道不會綁在一起嗎 所以韓先生2.0 韓國瑜2.0 韓國瑜分身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在國民黨內初選贏了 他就變成代表韓國瑜的角色 韓國瑜2.0的角色 出戰國民黨的台南市長之戰 這樣打起來各位去想想看 這次的大選跟上次結構已經不一樣了 如果他用韓國瑜分身或是韓國瑜化身的角度 去選這場選舉的話 各位想看 想一下 上一場選舉裡面 是 很多的意象會讓大家想起來的呢 各位不要忘了 謝龍介這幾年選入到的爭議裡面 包括你看到中間的新聞去 照謠說在韓國瑜的造勢場子裡面 旁邊的經理台都在收集韓粉的資料 像這種類型的言行 難道在遇到大選的時候 不會被拿出來大打一頓嗎 一定會的嘛 而且打完了之後呢 這些看起來很好笑 跟現實完全不合 而且已經得到相關認證的事情 被拿出來在選戰裡面 新聞操作擴大一番 這對國民黨的選舉會有幫助嗎 我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青皇哥真的是說到重點 這今年跟2018不一樣 現在的韓流比較消風了 如果這樣子謝龍介 龍介先生又出來算 這樣真的有病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來聽聽傑明哥怎麼分析 中六一早台南市議員謝龍介現身黎明活動中心 和民眾一起坐燈籠擺感情 因為幾天前他率先表態 有意代表國民黨角逐台南市長寶座 但他畫風一轉 炮孔瞄準 黨內同志陳以信 那因為我真的是深知地方 那當然可以對民進黨批判 但我們不是全面批判 他有一部分也做得不錯啊 那有一些真的是相當無法果同的 那這個就是市政工坊 所以以信加油 謝龍介顯然是對陳以信的這篇文章很有意見 因為身為國民黨臺南部分區立委的陳以信 喊出參戰選市長後 首片發文就怒轟臺南市長黃偉哲 換位子換腦袋 更翻出2016年黃偉哲還是立委時 質詢行政院長林全的對話 問開放核災災區食品 會不會變成交換和日本的海洋對話 陳以信至於黃偉哲 難道不記得自己曾經說過 開放核災食品不能有對價關係嗎 記得自己曾說過地方自治條例要捍衛健康 不是打臉中央嗎 福島還是來自其他的地方 該檢驗就檢驗 這有什麼不同 不必要因地因人設施 也不要因地設施 本委員可能是因為 信龍介議員宣布參選 所以他壓力比較大一點 兩個都都蠻強的 那方向是不一樣 但是看起來陳以信委員是比較緊張一點 黃偉哲反向陳以信先搞清楚 自己是反服食還是反核食 不過陳以信早在一年多前 就已經把戶籍遷到臺南 去年開始勤跑基層 無在立法院的時間都往臺南跑 摊開臉書全是拜會地方的照片 不過國民黨內被點名出身 臺南市長的除了信龍介陳以信 還有上一屆皮戰袍參選的前立委高思伯 也就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小舅子 那不管是要做服選大將 不管是要做參選人 我都一定要在臺南做好準備 大概就由這個黨中央來征詢協調 然後之後來做決定 沒有所謂說高低之分 大家就是同起跑線上君子之爭 那這是一個喜訊 也是表示大家對國民黨的一個信心 我們的協調透過我們各項的征詢 各項的了解共同勝選 國民黨上回在臺南縣市執政 都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究竟誰要代表國民黨出戰艱困選區 大家都在看 現在在台南這邊 國民黨是收集要算 除了謝龍介他先表態要參戰之外 傑明哥我們剛才看到 國民黨的立委不分區立委陳以信 他也說要全力以赴光復臺南 這到底有沒有贏面 傑明哥 我可以先直接就是破題 謝龍介就是根本就選不上 這個人是來run的 那我之前是蠻直接的 因為謝龍介是一個老面孔 我跟你講 謝龍介之所以能崛起 他第一波的崛起 是因為他的選區裡面 有一個台南市最大的眷區 他是最早去改建的 所以呢他只要隨便選議員 他一定選得上 這個已經是無庸置疑 但立委他遇到陳提菲那一戰 他敗了之後他就注定沒有 連立委都選不上 有人說他是有立委的格局 對不起如果以地方選舉來說 不論在台南哪個區裡面 他都選不上 因為那次是最有機會 擊敗陳提菲的時候他輸了 然後當然票是非常的接近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謝龍介第二次崛起的原因 是因為他鎖定了當時的 台南市長賴清德 跟他在議會上面 嗆讀大聲的嚷嚷 所以才知道原來謝龍介的台語 這麼好 性概一些說台語很好 但是如果你去檢視 他所提出的內容 包括之前對於所謂的 我們跟中國的自由貿易的內容 還有包括我們說 剛才講的幼稚 到現在這個在 講到這個萊豬的時候 他談到說男生什麼東西 就變小之類 他只有四個字 他的論述只有四個字 荒蕩不驚啊 就是整個就是完全毫無邏輯 那那為什麼 就因為這個個性跟誰搭的上呢 當然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國民黨之前派出來 那位總統候選人啊 對不對 最後韓國瑜 那韓國瑜的話也是這樣 韓國瑜說話其實是沒有邏輯的 他隨便就亂講 就信口拆核的人 那當然謝龍介兩個個性很接近 所以就兩個一搭一唱 但是事後證明件事情是 現在說真的 誰還記得韓國瑜 你說沒有錯在台北有辦一個活動 來的都是老人家 年輕人沒有 然後每次一個活動完之後 上了電台 那之後咧也沒聲音 也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膽量說 我直接要扛起國民黨的這個責任 我直接要小地方選舉 通通沒有 民調顯示喔 台北市喔 最討厭的人是韓國瑜 所以為什麼韓國瑜從大家最喜歡的 現在民調變成台北市最討厭的 那你想看 謝龍介跟韓國瑜在一起 有幫助嗎 變成會講韓 會講台語的韓國瑜 那更慘 那就更慘了 因為騙過一次不會騙 那我在講一件事 事實上 剛才這個朱立倫在講話的時候 他說什麼 大家對國民黨有信心 其他這批主要講 我才心裡在堂學啊 為什麼堂學呢 因為團結團結嘛 一團心結嘛 因為你要知道 謝龍介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他講那麼多最後一句話是說 如果你朱主席要來談談選的話 我歡迎你 他在挑戰朱立倫耶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當時2022年1月10號這個公投敗選的時候 當時有人審議那個叫朱立倫 那他去哪裡了 去台南拜廟 他說去拜廟目的是什麼呢 先決定台南的這個 到底這個選舉的作戰怎麼走 來看一下這個廟 這裡面有三個台南市議員 123 但是沒有高思伯 所以高思伯本來就不在名單裡面 那你說沒有看到陳以信嗎 來來來有啦 來這個放大 放大 好來我們放到最大來開小話 在這裡看到沒有 在這個口罩的那個 陳以信在這裡啦 其實陳以信要選的事情 我們在去年就已經知道 我在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來這邊探班 我還遇到陳以信 我說陳以信你要選啊 加油 你要打凶年輕真好 就可以了 還鼓勵陳以信 陳以信在那邊想一句話說 因為我是在這邊探班嘛 這是中午節目 我並不在名單上面 陳以信還問了一個問題說 欸今天名單有變嗎 還看到我出現了 好當然當然當然 我這是一個玩笑話 但是陳以信想選台南 除了除了謝榮介以外都知道 那你說謝榮介我不知道嗎 謝榮介當然知道啊 是因為現在謝榮介在台南 完全沒有位置嘛 欸開玩笑 我今天謝榮介 怎麼可能在你租人裡面 我完全沒有位置呢 所以我說嘛 其實在這個在新北市 是跟我們經濟的議員 團結團結 一團新結 到了台南 是跟這個謝榮介嘛 團結團結 一團新結嘛 那我們這麼講一句話說 其實陳以信他去台南 我認為他是一個 一個騎兵啊 至少他如果選敗了 他還給局的台南經營 謝榮介你61歲了 你如果今天沒有選上市長 你什麼都沒有啦 好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 像傑明哥說的 都是一團新結 為什麼謝榮介跳出來說要選 新聞會寫說高層很頭痛呢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經濟議員 好 我們趕快來請教經濟議員 到底現在國民黨怎麼回事 是原本黨內就有 鼠疫的人選嗎 不然為什麼謝榮介出來 聽說你們台南市黨部 很頭痛欸 說原本要推耳目一新的人 耳目一新的就是陳以信嗎 來請教議員 好 我先回憶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兩位議員講的 國民黨是跟民眾黨 是沒有靈魂的政黨 我整個這很嚴重啦 立法院被搜索 絕對不是只有國民黨 民進黨也有 議會的所有的助理的貪賭 不是只有國民黨 民進黨都有 不要只說 國民黨是沒有靈魂 民眾黨 我覺得這樣子 對國民黨來講是不公平的 那我覺得 這個我們傑明哥所講的 就是說團結團結 一團心結 是沒有錯 我也承認 國民黨過去就是這個樣子 國民黨一定要 這個記起失敗的教訓 不要好的傷疤 忘了痛 我們怎麼輸 到底輸給民進黨 輸在哪裡 民進黨贏 國民黨又贏在哪裡 我們一定要記起教訓 過去的不團結 我們一直輸 輸到現在 我覺得在這一次 我們在常會裡面 我們也提到 我們一定要學民進黨的團結 我們不可否認 蔡英文在跟賴清德 殺得刀刀劍苦的一個情況之下 蔡英文都能夠 去把這個賴清德 把他蹲請出來做副手 國民黨就是做不到 這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說選舉要怎麼贏 學學民進黨 我們要贏就是要有胸襟 但是現在問題是要學別人 國民黨沒有人聽朱立倫 可以 我覺得在這一次 我們在中常會 我們有提 我們只要有勝選的 包含如果陳以信做民調 是可以勝選的 我們就徵招 就讓陳以信 陳以信是在1972年 在台南抖六的815的 金醫院出生的 他是一個道地的殘男人 因為剛剛我們的主委有提到 國民黨之前有一個金普聰 他叫做消滅派系 民進黨都是派系共識 有新潮流政國會 英系蘇系跟勇言會 以前國民黨也有 最後都被學消滅 就是被金普聰 過去他在台南市 推了一個叫做蘇俊斌 跟蘇天台選立委 那如果選完之後 他就沒有了 前回肩選三重的 那個盧州的立委 選完了就沒有再深耕 國民黨過去的這一些 錯誤的政策 一定要再做改變 如果還是左打路 永遠到不了新地方 沒有創新的思維 沒有與時俱進 國民黨還是會被淘汰 我很深重的講 國民黨要幹活 如果謝榮介在黨內初選 輸了 他會被安排去當部份區立委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是講就是說 我們的部份區的名單 是按照我們之前報給 我們的這個中協會的排序 現在在接下來的排序就是 這個吳敦義 吳敦義如果說 他如果沒有再輪到謝榮介 當然 這個就是按照我們的 這個全委會的規定 不是說 他要不要的問題 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剛才議員也說到 跟你們民進黨學團結 我覺得林菁姐議員 再這樣說下去 你真的中常委都不要幹了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我們在講謝榮介 謝榮介其實跟林菁姐一樣 他們都 得不到朱立倫的心 沒有這個關愛的眼神嗎 他們都沒有關愛的眼神 林菁姐是不參選中常委來做抗議 謝榮介是跟朱立倫叫板 在換籌碼 我不是抗議 我是覺得年底國民黨很危險 趕快回首地方 我跟你講他們都是得不到朱立倫的心 所以我跟你講 國民黨他在現在這個時候 謝榮介代表的是什麼 謝榮介代表的是韓國瑜 是啊 林菁姐代表的是什麼 侯友宜 一個侯家軍 一個韓家軍 在跟朱立倫叫板 他們怎麼合作 所以剛剛 那個傑民哥剛剛發明了一句話 心結心結啊 一團心結啊 怎麼團結 這都是政治動作 因為韓國瑜 謝榮介代表就是韓國瑜的聲音 他其實 2020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五個 都有心結 這是事實 我是想虧一下謝榮介 他不是一生監督賴清德一人嗎 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如果不趕快出來選 他現在不趕快出來選 賴清德已經到總統府去了 一生監督你一人 他很急 但是他代表的是韓國瑜 所以根本你們在 黨內你看我現在要講這個事情 你們前幾天在講這個公投 不是 不是在講這個核實 你看你們國民黨 全台灣 新北市國民黨議員出席幾個 台北市出席29個議員 跟朱立倫站在一起 只有11位議員出席 32席議員的台中 只有5席議員出席 彰化27分之9 南投16分之9 你現在回答我 高雄32分之11 新北多少 不是 新北也有大概19個 因為那一個是在13個 13 禮拜三中常會才做決定 因為時間太過於倉促 國民黨已經 有很多的行程 國民黨進入春秋實在 所以朱立倫是叫不動 今天太倉促 這不一樣都叫不動 朱立倫也叫不動 因為時間太過於倉促 不然要連線 要整個在全台灣要大連線 因為時間 朱立倫說的話沒重要嗎 是怎麼大家都在保養 不是啦 不是啦 市長就叫不動 又叫意外 好 都不動